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柏妍, 料理村好像新开了一间甜品店 听见你昨晚很好吃的 当下那间甜品店每天都有很多人 要排好久才可以进去 那不如我们一起去吧 好啊 我排了半个小时才进来 我们在Kandace还没到的 小朋友想吃什么 我想要一杯朱古力和一件朱古力蛋糕 好, 帮着你帮着你 你这里是不是有位朋友还没到呢? 你会不会帮他叫米? 因为我们这里每张桌子只限时坐一小时 那我要多一杯朱古力和一件芝士蛋糕 没问题, 你的食物很快就会到的 帮着你帮着你 帮着你 拍完 对不起啊 我刚才忘了拿钱包 要回头拿 所以迟了 不要紧 你们的食物到了 咦, 我还没叫食物 芝士蛋糕是你这位朋友帮你叫的 我都不想吃芝士蛋糕 为什么你要帮我叫? 因为每张桌子都有限时 因为你未到, 所有帮你叫的 我今天来是想吃千层蛋糕 为什么你要帮我拿着烟? Kandace, 明明你迟到不对 如果你不喜欢吃, 你就不要吃 不吃就不吃 小白菜姐姐 看着什么呀? 这么开心 我在看一个叫HAPPY LIVING KOL的短片 它的短片很好笑 而且点击率很高 既然现在的网上短片这么受欢迎 不如我们自己也拍一条 可以宣传一下我们的料理村 那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小朋友来玩 好呀, 摩摩厨还在买卖国没回来 不如我们趁她回来之前 弄一段短片给她一个惊喜吧 不过, 我们拍什么内容好呢? 我觉得要小朋友很喜欢的 而且要很有创意的 我想到了 不如叫醬汁家族一起出来想 说到有创意就一定是她的了 MADU MADU MAKU MAKU 无限爱心, 变出无限可闻 大家猜猜这次的是哪个 大家好, 我是得意活泼 又喜欢动脑跟着Nutty 那么多位小朋友 是不是都猜中了呢? 真是厉害了 Nutty, 你就最多计划了 不如你帮我们想一下 我们拍一条什么短片来宣传料理村 嗯... 不如我们拍下 摩摩厨煮食的过程 见到这么多美食 一定会有人来料理村 呃... 但是这段时间 摩摩厨不在料理村 而且呢 我们想在摩摩厨回来之前 拍好这段短片 可以给个惊喜去 对, Nutty 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呢? 嗯... 啊! 我们找些小朋友帮忙 拍他们跳舞 再加一些特别的表演 吧 好啊, 跳舞足够活力 小朋友一定很开心 嗯... 但是, 刚才说的特别的表演 我们做什么好呢? 嗯... 不如我们加Bit Boss 如果我们找小朋友Bit Boss 一定吸引到很多人看 好啊... 好啊... 那我们快点去准备摄影器材了 嗯...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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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录机Ready 我都准备了几首 節奏强硬的音乐 放在手机里面 让小朋友听着来跳舞 他们一定更加投入 嗯... 那我们快点去找小朋友吧 Bubububu 嗯... 跟我准备 Hello 小发再邪姐 嗯... Candace 你有没有时间呢? 帮我们拍一条影片啊 嗯... 你们想拍什么的影片啊? 我们想拍一条短片宣传妙里村 内容是小朋友跳舞 和Beat Box 嗯... 嗯... 我可以跳舞啊 那就太好了 一会儿我会播放音乐 你只要听着音乐 跟着跳就行 好啊... 那次给你们一起跳啊 好啊... 好... 那两位准备了 3...2...1... Action Ready Now Ready To 出发了 1...2...3...4... 跳 再来多一次 1...2...3...4... 跳 站住再来 1...2...3...4... 跳 Cup! Beat Box 哇... Nutty Candace 你们跳得很好啊 几时才可以看到这条短片啊? 嗯... 可能没那么快啊 因为我们还没找到小朋友Beat Box 加上剪接的话 可能也要四至五天左右啊 嗯... 希望可以快点看到这条短片啦 嗯... 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给你看啊 好啊 唉... 怎么办啊 已经五天了 我们还没找到懂Beat Box的小朋友啊 对啊 我问过千千 子晴和新一 她们没有一个懂Beat Box啊 再这样下去 我们会不会完成不到这条短片啊 我还会不会完成了 哈... 我带你本来的珍珍小伯彩 姐姐真的不像 这条短片做好了吗 我可以快点看啊 哦... 条短片呢 我们还没有拍完呢 啊... 为什麽呢 因为我们找不到 Beat Box的小朋友啊 懂Beat Box的小朋友 我记得拍完Beat Box很了不起啊 還曾經在比賽中獲獎 不如我跟他們說吧 NO!NO!NO! 哈!我們叫了糕 上次他這麼兇話我 我才不推薦他去拍宣傳片 但是如果我不說的話 小白賽姐姐 他們不一定要找識Beatbox的小朋友 哈!料理村裡面有這麼多小朋友 說不定有人來個拍拼 但是小白賽姐姐 他們已經找了五天 都找不到識Beatbox的小朋友 再是這樣 這條短片會不會完成不了 都是跟他們說 其實我知道誰識Beatbox 真的嗎?是誰啊? 是拍宣 是嗎? 不如我們現在去找拍宣 好啊 抱怨 抱怨 原來你真的認識Beatbox的 這就太好了 嗯 你可以幫我們拍宣傳料理村的短片嗎? 當然可以了 咦!為什麼Candace在這裡呢? 嘻! 咦,為何柏妍你這麼生氣?發生了什麼事? 上次我們一起去了一間甜品店 Candace提到她又發了脾氣 然後我們就沒有聊天了 柏妍 柏妍,上次Candace發你脾氣是她不對 但你知不知道為何今次我們找你拍宣傳片? 為什麼? 其實我們找了很久 都找不到懂得Beatbox的小朋友 最後是Candace告訴我們你懂得Beatbox的 真的?明明她之前生氣我的 客人,上次的事是我不對 對不起 但是這次糖果精靈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思 在這段短片裡 我們一起努力去完成它 嗯…好吧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開始 Candace Candace 想不到你跟柏妍鬧了交 都還推薦她幫忙拍宣傳料理村的短片 其實…我最初還是生氣的 不想推薦柏妍 我們先進行看 我們先進行看 對… 哇… 對… 對… 那麼…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